父亲从主义中心里平安 弟兄姐妹们 在我讲到之前 我想先问你们一些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 有人说 要是我们做的时间 心里平安 求的时间 心中平安 那这个一定就是神的旨意 对还是不一定对 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呢 对还是不一定对 有多少人认为不一定对的 举手好吗 我跟你讲 很多人祷告心中平安 非常喜欢那个女孩子 心里平安 非常喜欢那个男孩子 心里平安 那跟着下来就感觉到 既然我的心那么平安 这个一定出于神了 这个后来发现 出了问题就埋怨 神啊 为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陷阱给我 踏进去啊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 凡事顺利 是不是一定是神的旨意 听清楚啊 那要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凡事顺利 非常非常顺利 这个是不是说 这个一定是神的旨意呢 对 还是不一定对 多少人认为不一定对的 举手好吗 感谢主 我在这个地方的反应 比较合乎圣经 上次我去到一个地方 在教会的时候 讲到同样问两个的问题 竟然一大半的人说 对 一大半的人说 对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 就是有关试探的来源 几年前 一个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商人 住在广州了 因为涉及了一些商业的罪案 所以呢 就被下载间中 我们有一位的弟兄 在广州认识这个商人 因为以前曾经有过一些 的来往 当他坐牢的时间 他曾经去过广州的监狱 探过他 这位的商人 本身已经有过非常好的家庭 两个子女 很好的太太 但是不满足 不光是钱财的方面不满足 他在深圳 也另外讨了一个小老婆 住在一起 不是正式的结婚 乃是跟他同居住在一起 而且有孩子 另外方面呢 又在另外一个地方 海南岛 又有另外一个女人 一个礼拜去那个地方 一天 就要有一个女人 在海南岛那个地方 也另外买了一栋房子 与那个女人在那个地方 结果 就因为那个商业的罪案 这一切的东西 全部恨不让 揭露出来了 揭露出来了以后 钱财没有了 充公 家庭也破裂了 在这个人走投无路的时间 弟兄就要叹他 向他传福音 但想不到这个弟兄 后来跟我讲的时候 向他传福音 遇到的困难 这位的朋友 竟然的反应是 如果上帝爱我 他为什么这样 来的玩我 你知道玩就是 那个广州话 那个玩伞 就是差不多 他说的好像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来的气弄我 这个弟兄当时 不知所措 他跟着下来 他就劝了他一顿的时间 然后用电话来问我 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应该怎么样回应他 那我说你最好就问问他 到底那两个女人 是不是耶稣介绍给他的 在什么地方介绍给他 如何介绍 第二个方面 耶稣怎么样鼓励他 去找那两个女人 还有 就是那些犯罪的 整个的过程 耶稣有没有告诉他 你去做 他有没有听到 结果这个弟兄 就跟着就去 继续与他来的传 这个商人的本身 明明的知道 他所做的是 他自己个人的决定 但是当出了事的时候 他要把第一个的错 推到别人的身上 我们看见这种的现象 不是现在才有的 从亚当开始 这种的反应已经开始了 一个抽烟抽得很厉害的人 发现自己有肺癌的事情 往往他就愿上帝 愿天尤人 一个喝酒 酗酒 酗得很厉害的人 发现自己的肝硬化的时间 一个嫖客 嫖妓的人 患上了艾滋病 然后另外一方面 一些贪 受愧的人 被劫 被劫 被劫发 野上官非了以后 他就是找人 来的把这个责任 推在他的身上 过去我听到 好多这样的人 我们看看 在亚当犯了罪的时候 他也是同样 来的把这个责任 推在别人的身上 创世纪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当亚当夏娃犯了罪 神去找亚当 亚当看见神的时间 就说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 我就吃了 换句话说 责任谁负啊 第一 神负 责任谁负啊 是神负责 第二 谁负责 是那个女人负责 但是因为那个女人是神赐的 所以神是最后的负责者 她把这个罪 推在神的身上 那另外一方面呢 去到那个女人的时间 那个女人同样 也是把这个罪 推在别人身上 把这个责任 推在别人身上 这个女人怎么样推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这个蛇是谁造的 又是神造的 换句话说 也是把这个责任 推在神的身上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推在那个 不会说话的 可能 把继续不断来的 推推推推推 推到别人的身上 我们看见今天 在家的当中 又是孩子出了问题 丈夫就埋怨太太 太太就埋怨丈夫 夫妻就埋怨老师 老师就埋怨家长 同不同意啊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现象 都是一样的 来到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当中 同样的 都是推涉责任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 雅各书 一章十三到十八节 到底试探的来源 是从哪里来的 我曾经讲过 Perasmos这个字 P-E-I-R-A-S-M-O-S Perasmos这个字 只不过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境遇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试探 也同样可以把它翻译成为试炼 神是要借着这个中性的一个机遇 来的试炼人 造就人 建立人 叫人更加有信心 更加的强 但另外方面 撒旦也是利用这个中性的机会 来的试探人 叫人离开神 叫人的信心软弱 叫人甚至是一败徒弟 我们现在就来的看 那到底这个Perasmos 试探 试炼 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首先来的看十三节 十三节 一起来的读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 人被试探 这个字就是Perasmos 明显 这个是负面的 不好的 当人遇到这个不好的 负面的东西的时间 他不能够说 我是被神试探 为什么呢 雅各继续就从这个圣经的当中 从神识的方面 逻辑的方面 与他们的分享 为什么 这个试探不是出于神 第一 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 神是绝对圣洁的 是绝对公义的 是绝对持爱的 他绝对不可以与罪与恶 与这个引诱人 拉上任何的关系 他禁止人去犯罪 他更加不可能 与人一同同流合乌 去犯罪 他不认同人 在妻子以外 跟任何一个女人同居 发生关系 或者是逃小老婆 圣经的婚姻观 讲得非常清楚 是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一心一意的 这是神的旨意 因为这个缘故 那个商人 明明自己有太太 还要另外包一个女人 在另外一个地方住 这个不是出于神 神是禁止这个事情 另外一方面 一个人抽烟 患了肺癌 是不是出于神 老实讲 我想问弟兄 神 喜不喜欢我们抽烟 神容不容许我们去抽烟 很静啊 我想问你们 你们的旨意怎么样寻求 有多少人觉得基督徒可以抽烟 好不好 举手 可以抽烟 神都容许人抽烟 是不是 多少人认为 神不容许人抽烟 好不好举手 很多人都不举 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 抽烟对身体有没有害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凡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害的东西 不应该去做 谁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吗 我们怎么可能 继续不断 来得去污染 我们里面的圣灵 你明白吗 圣灵的电 这个身体就是 所以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头的 你吸烟的时间就是差不多等于什么呢 圣灵我给你 你来得去 享受一些吧 这些的烟味 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今天很多的人强词夺理 什么是强词夺理呢 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 有听过这个人 李康 有没有听过李康 这个小说家 他觉知了 他信了走了 他说 他会继续抽烟 因为圣经讲 入口的 继续喝酒 入口的 不能伤害人 不能为人 唯有出口的才为人 所以他说 两者之间 他继续酗酒 但是停止抽烟 因为圣经这句的话 入口的 不为人 所以入口就是酒 酒就入口 出口的就无为人 那个是香烟 抽烟 所以因为这个是无为人 所以他不抽了 有一次有位的弟兄 他是个商人 来到我的办公室 他一下子 就拿这个烟出来 然后第一次给我 名牌来的 三个五 他说三个五 名牌 我跟他下来 对不起 弟兄 我戒了 我还没有信主 前抽烟 但信了以后 我就戒掉 他跟他下来 基督徒 不可以抽烟吗 我跟他下来 凡事都可行 但不一定 都有益处 但是 任何的事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也要求别人的益处 就是说 对你没有益处 对别人没有益处的 更加不要做 他正想抽的时间 我在给他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 抽我们是可以有自由的 但是不要碰出来 你记得 最重要一样的事情 在地铁也好 任何的地方都好 你有抽的自由 抽烟的自由 但是别人也有 不吸你的二手烟的自由 因为这个缘故 你抽了以后 不要碰出来 不要影响人 他跟他下来走 哇 呱呱大脚 怎么可能我不碰出来 怎么样抽 我说 你自己想方法 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 我们也想想看 我这个举动 会影响我吗 你又是说 我没有问题啊 我已经习惯了 邓小平也是抽烟 他也活到九十几岁 没有问题的 那跟他下来 你要想 但是别人不愿意抽你的二手烟 那你就要小心 你不要喷出来 今天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 感谢主 这个弟兄后来还是抽了 那为什么还是抽呢 学校高 进了医院 高到两百 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 我去医院探她 我一去到探她的时间 弟兄 还有抽烟吗 他讲了一句 牧师还敢抽烟 不敢啊 因为那个医生警告他 要是他再继续抽烟的时间 百病重生 各样的东西都会出来 不光是这个事情 因为他的呼吸系统 已经有问题了 整个的呼吸系统受到影响 肺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医生警告他 他要非常小心 他就这样接到 弟兄姐妹们 明显 很多的事情不是出于神 神不容许我们做 我们这样做 乃是逆神而行 跟着下来 我们来看看 神不光是叫我们 不要做那些 圣经列了出来的东西 甚至连行恶的 那个意恋 都不应该有 行淫不应该有 甚至有淫恋 淫恋都不应该有 人要是看见父女 就动淫恋的 这个人已经与他犯了牵 换句话说 神的旨意 就是当我们看见 有些令到我们想犯罪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要逃避 逃避的意思 就是好像一些的生疏 逃避猛兽 追捕他 那种的情形 头也不回 有那么快 走那么快 你看见的时候 你就往别的路 另外一个方向走 你不要再继续停留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马路旁 那一个报章 这个摊档 一看 看到一些三级的东西 当你看到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忘 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旁边 然后跟他下来又装一装 你看到的事情 你就应该有那么快 得那么快 跑掉 当一个人留恋 我们的眼睛留恋在那些的东西上的时候 这个思想就会犯罪 神不容许我们这样做 神也不喜悦我们这样做 跟着下来 神不能够被恶试探 第二 神也不试探人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也不会试探人 因为他对人只有爱 只有牺牲的拯救 他绝对不愿意人类自我伤害 毁坏自己身心灵的健康 灵魂体的健康 因为这个缘故 当试探出现的时间 神希望我们能够逃避这些的东西 远避隐行 抵挡魔鬼一切 这些的试探 绝对不是投降 更不是与魔鬼成为同当 弟兄姐妹们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的节目 夏娃亚当 好像完全不认识神的属性 亚当就说 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 他把这个责任推在神的身上 他忘掉了神的旨意 不是这个阳性 他也忘掉了 夏娃出来的时间 他自己亲口讲了一句话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很清楚 二人是成为一体的 那六个方面 他也忘掉了 神给他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在创世纪的第六章 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非常清楚讲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吃 唯独园当中 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另外一方面 也交付他要看守 要看顾 要照顾 保养 这个看守 包括看守三样的东西 第一看守神的话 第二看守那个园子 伊典圆 第三看守他的太太 亚当是有这个责任 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守 我们看了创世纪第三章 蛇引诱夏娃犯罪的时间 你知道亚当在哪里吗 知不知道 亚当在哪里 在他旁边 非常重要 中文的圣经就没有把这个很重要的字翻了出来 其实在原文的当中非常清楚 夏娃看见那个果子好吃 且热人的眼目就摘下来吃了 也给了在他旁边的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英文的圣经就讲得很清楚 很清楚讲到 亚当是从头到尾跟夏娃在一起的 但是蛇引诱夏娃 他不出声 夏娃犯罪 他不出声 蛇跟夏娃引错了圣经 他也不出声 纠正 这是亚当的罪 亚当的问题 因为这个缘故 神追究亚当 是理所当人 天公地道 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就来到 继续来看 既然 试探不是出一神 那么试探 是从哪里来呢 试探的来源 是怎么样来的呢 14到15节 我们一起来到读 个人 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 私欲 即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即长成 就生出死来 我们看见 从试探到犯罪 有三部局 第一部 有私欲的诱惑 是什么意思呢 私欲这个字 从两个希腊文组成的 我看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讲法 没有 我告诉你 这个希腊文 就是epitemia epi就是在上面 epi就是在上面的意思 Termia这个字 T-H-U-M-I-A 是从这个Thermos 这个字 T-H-U-M-O-S 而来的 到底什么是Thermos呢 这个字的意思 是我们的气 是生命 是心 是魂的意思 换句话说 这个是直接讲到 我们的生存有关 我们整个的生命 有关的东西 那到底epitemia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 凡是跟我们 基本的生存 没有关系的东西 这个叫epitemia 换句话说 它不是我们 最基本的需要来的 乃是吃一等的需要 是secondary的need 不是primary need 我不要这些东西 不会死掉的 我不做这个 不会死掉的 绝对不会影响 我们身心里的健康的 这个叫欲望 这个就是私欲 原来私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它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存 没有它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健康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弟兄姐妹们 原来任何的试探 是怎么样来的呢 除非这个试探 首先在人的心中 有了这个私欲 这个私欲 有了以后 而这个私欲的本身 不是基本的需要来的 我记得有一次 报章卖了一个人 失业了三个月 非常饥饿 跑到这个面包店 一看见那个地方有面包 就拿那个面包来的吃 结果呢 他被抓了 抓了以后 带到法院 地方法院 在那个地方 非常非常 愤怒 这样的案件 怎么可能要 要带到了我这个法院 这个人已经三个月失业 他连吃都没有得吃 我们今天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的反应 你看见他连最基本 连生活都有问题 要吃的时间 你不应该 让他出口 你都要把这个面包给他吃 因为这个缘故 法官判了他无罪 释放 跟他下来有一个餐馆的老板 看见这个报章的记载了以后 立刻联络 这个失业汉 请他到他的餐馆打工 跟他下来告诉他说 每天三顿饭 完全免费的 这个报章出来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看过这个报道 有吗 有没有看过 举手 刚一点好吗 有些人都看到 亲爱的弟兄们 这个法官的判断 完完全全就是彰显了神 他就是这样 要是对着一个人 饥饿 要吃 要维持这个生活的时间 生命的时间 神绝对容许他吃 大卫 饿了 他的同友饿了 要吃这个橙色饼 神有没有责备他吃这个橙色饼 完全没有 就是让他吃 跟各位讲 这是人必须的东西 神是命令我们要供应 给这些人吃的 神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所讲到 不是最基本的东西 乃是吃药的 没有它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存 不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 跟那下来另外一个字 这些人被试探 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诱惑这个字 乃是从鱼儿 那个字的质根而来 It's a bait 这是鱼儿 我不知道各位 你知不知道鱼儿 在抛弃这个鱼儿 准备这个鱼儿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你要注意的 我钓鱼的时间 有些的行家告诉我 啊 你来这个地方 你不应该用这种的鱼儿 这些的鱼不吃你这个 幽影不吃 它吃什么 吃小的虾 啊 这些的鱼儿 吃面包的 这些的鱼儿是吃面包的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的鱼儿 就用不同的鱼儿来引诱它 同样 为什么 我们今天会被某些的东西引诱我们呢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种渴 饥渴 对某一些东西的饥渴 越是对性饥渴的 你就发现很多的鱼儿 放在你的周围 来着挑起你的性欲 凡是对钱财的方面有贪欲的 你就发现很多不同的 这个鱼儿放在你的周围 引诱你去犯罪 很多的时候 撒旦都是一样 但另外一方面 你不能够愿 把这个罪名责任 推在撒旦的身上 好像什么呢 要是有一个的人 看见迷顿道 有些 就是好像这个六福 是不是啊 周生生 还有周大福 哇一看见的时候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选择非常多 钻石又大 金又多 因为这个缘故 拿那个骨头来 对着那个锄枪 一下子把它打碎 跟着下来就捞了一大堆 放在口 那个袋子 袋子里面就走了 结果被警察抓到的时候 要是他的抗辩 就是那个老板 引诱我 他把那么多的东西 放在那个地方 给我看见 他引诱我 应该罚的是罚他 不是罚我 你觉得他 讲的对吗 对不对 有多少人认为对的 好不好举手 今天我们同样都可以用 这一个的问题 问我们自己 要是我们把这个罪名 推在别人身上 推在神的身上 留意 我们自己本身 是不是这样子 就可以陶醉了 绝对不可以 跟着下来 第二步 私欲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怀胎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怀胎是什么呢 就是要是有了 这个私欲了以后 你就给这个空间 成长的空间 来给这个私欲 这个就变成 第二步局出来了 什么是给一个 犯罪的空间 成长的空间 给私欲啊 很简单 你明明的知道 里面有信欲 你看见那些的东西 自己就有反应 那你确实 偷偷摸摸的 专门就是买那些 三级 四级 黄色的 影带 DVD 杂志 那些的东西 那偷偷地把它放在 你的抽屉 偷偷地放在一个地方 晚上 甚至在这个背锅里 开手电筒 来得去看那些的杂志 没有人的时间 开这个电脑 就是看那些DVD 我跟你讲 你就是给这个私欲 一个成长的空间 过去 我写这个求情信 我相信 一连大概都有三四十 都是一些被定罪的人 有些的人 或者是他们的家长 就请我写一个求情信 希望法官那个减轻 他们的这个坐狱的 坐牢的那个日子 有一样非常悲哀的事情 当中很多都是 同这个性欲有关的东西 包括什么呢 偷拍裙底的这个照片 第二大学生 在女生的那个浴室 来得装那些壁录的 那些录影的那个镜头 然后在她的房间 电脑来得把它 来得录下来 另外有一些 甚至是非礼 有性骚扰 各种这些的罪 都产生出来 我跟各位讲 这些的罪的本身 不是吃到那个地方 才犯罪的 之前是有个过程的 大部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都是因为不小心 我们眼目的情欲 继续让这个情欲 萌芽发展 给他们一个空间 带来的结果 一发不可收拾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要非常勇敢 一刀两断 来得去 制止这些的东西 影响我们 另外一方面 第三部局 最长成了以后 便生出死来 当一个人 不控制自己的私欲 也容许这个私欲 有成长的空间 到最后 肯定 无法 自治 会犯罪 那个最带来的结果 就是死 他不是说 一个人一犯罪 就是死刑 没有这回事 其实死这个字 这是隔绝的意思 什么是隔绝 第一 我们跟神之间隔绝 第二 人与人之间隔绝了 第三个方面 很肯定的 一个人犯罪了以后 他 一定有一个的倾向 就是离开教会 不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也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跟基督的身体 也隔绝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值得吗 雅各把这三部局 列了出来的以后 跟他相当 他提醒我们 放纵情欲的可怕 叫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第三个方面 试探人 也绝对不是神的本性 所以雅各不光是说 试探不是出于神 第二 试探是从人的私欲而来 那第三 试探人 绝对不是神的本性 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首先 我们一起来的读读 这段的圣经 十七 十八节 一起来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 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就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手的果子一样 这段的圣经 解释 为什么这个试探不是出于神 乃是从人的私欲而来 因为神本身的本性 绝对不可能是他人 十七节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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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方便呢 各样全备的赏赐 Do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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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Dosis 那看起来这两个字 这里有没有 你们写下来好了 那这两个的希腊字 有一些的不一样 恩赐这个字 Dosis 是注重那个过程 是过程 Dorama 这个字 是注重那个结果 神是告诉我们 无论是过程也好 结果也好 Humberland 都是好的 神给这些的 赏赐 恩典 全部都是好的 因为这个缘故 神在我们的身上 也希望能够看得见 不光是我们的目的要正确 我们的行动 整个的过程也要正确 这个才是出于神 因为神就是这样子 祂赐恩赐给我们 整个的过程 祂的手段 是完全没有瑕疵 是好的 但另外一方面 最后给我们的结果 也是好的 我们看见 首先 这个过程 一定是合法 合神的心意 造就人 不叛倒人 整个的过程 都要这样子 但另外一方面 这个多瑞玛这个字 结果也一定是完美无瑕的 这个完美无瑕 包括什么东西呢 加拿大书的五章 22节到23节上半部 就告诉我们圣灵 所解 所解出来的 那九项的果子 这些果子包括 人爱 阿嘎佩 那一种的爱 完全无条件 牺牲的爱 喜乐 不受任何的环境 影响的这种的喜乐 和平 或者是和睦 忍赖 恩赐 我们不配得的恩 他给我们 良善 凡是好的东西 现实 不是一时讲一样 第二时讲 另外一样 诚诚实实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应许过的东西 一定承诺 一定守住 我们所应许的 温柔 任何的人 跟我们相处的时间 都感觉到喜爱 与我们一起相处 节制 不会让任何的东西 控制他 乃是他 可以驾驭 其他的东西 任何 这些好的东西 圣经说 都是从神来的 第二个方面 他也是 纵光之父 什么纵光之父呢 因为他非常清楚 把善与恶 圣洁与邪恶 好与不好 绝对与相对 告诉人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圣经非常清楚 来得跟我们分享 因为这个缘故 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绝对不会把一些负面 对我们不好的引诱试探 来得给我们 第三个方面 他是按自己的 自己的旨意 重生了我们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字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 重生了我们 重生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 从上面而生 或者是从神而生 神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他不愿意见到 一个人成人 乃愿意见到 万人都悔改得救 这是神的信义 他不光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而且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人生 这是神最 心底里面最想见到的一个局面 另外方面 他也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手的果汁 出手的果汁是什么意思呢 最好的 令人振奋的 特别 农夫等待 等待的很久很久 突然看见 有果汁收了 就是告诉他 现在是收成的时间 所以不是因为这个果汁那么简单 乃是因为这个果汁一出来 跟着下来的结果 都是好的东西 会出来 也知道带来一种欢乐 弟兄姐妹们 今天 当我们认定 试探不是从神来 我们就非常小心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做的一切的决定 是否合乎神的旨意 我今天看的 神喜不喜欢 我看呢 我今天见的人 神喜不喜欢 我去见呢 我今天做的事 我今天讲的话 神喜不喜欢 我来的讲 这是一个生活化 生活化的一个信仰 无论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做任何的事都要想想看 耶稣怎么样看 当你这样来的 小心行事为人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享受 每一天的生活 很多人把这个圣经当做 这个好像通圣一样 一点一点一点 所以因为有个人 他寻求神的旨意 他则是用这种的方式 不是从三文纱里来的看 一点点到 一解开 一点 由大出去掉死了 他不太明白 为什么不给我看见这段圣经 结果又闭上眼睛 又把这个圣一翻 又点 一点点到 你要做的 快去做吧 更加的困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吊死 要是一个人寻求神的旨意 是用这种方法 这个人肯定是困惑 但弟兄姐妹们 当你对这个圣经了解多了以后 你是真正的自由人 有一个人对我说 牧师 你不自由 我问他 是吗 我不自由 他说是啊 我问他 为什么你说我不自由 他说 你没有抽烟的自由 你没有讲 装话的自由 讲粗话的自由 你没有骂人的自由 你没有这个自由 你没有那个自由 我看了下来 我在大陆跟这个人 这个是关来的 他说 做基督徒 太多太多 不自由的 那些的东西 是被捆绑住一样 我跟他下来 我就对他说 老实讲 基督徒 凡事都可行的 但是 基督徒 可以选择 不去行 所以我就告诉他 基督徒 不是不可以 乃是可以不 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不可以抽烟 我不是不可以喝酒 我不是不可以做这个 做那个 我乃是可以不抽烟 我可以不讲粗话 我可以不喝酒 我可以不做这个 不做烟那个 我跟他下来问他 可以不的人自由呢 还是不可以的人自由呢 你们说 哪一个自由啊 可以不的人 才是自由人 要是你只是活在一个 你的生活只是一个 不可以活在那种的状态当中的时候 你还不是一个自由人 弟兄姐妹们 你要做这样的一个自由人吗 我们一起低头 做一个祷告 我们要做一个自由人 圣经告诉我们 总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怎么样可以被圣灵充满 首先我们承认 我们靠自己是无能拒救的 我是个罪人 但第二个方面 我们承认我们的主 是完全圣洁的 靠着圣灵 我凡事都能够做 靠着主 我凡事都能够做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今天不靠自己的肉体 我乃是靠圣灵 每天依靠他 好像这个电风扇 插在这个电源 我按一个流 他的自动 来把凉风送给我 弟兄姐妹们 有多少人过去 你的生活的当中 是依靠自己 忘记了依靠神 而带来的结果 很容易被这个事 他诱惑 半导 软弱 但是你现在 你深深感觉到 神不愿意 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你愿意靠主 过得胜的生活 有多少人愿意 我请你举手 感谢主 感谢主 另外方面 在座当中 有多少人 你过去从来没有信过 耶稣基督 但今天你知道 原来基督徒 就是一个可以不的人 是真正的自由人 你愿意今天 相信他 依靠他 让他成为你的救主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愿意今天 来相信这位主 我请你举手 我看见 感谢主 请放下 看见 看见 请放下 还有吗 感谢主 我邀请刚刚 觉知信主的 弟兄姐妹们 你可以在你的座位 站起来 我为你做一个祝福 做一个祷告 让神从今天开始 让你们经历一个真正 自由人 自己的生活 跟生命 请你们站起来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还有 还有一些愿意的 都可以站起来 你们开身 跟着我一句一句 来的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开身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 你知道我是无能治救的罪人 但是你爱我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请主耶稣 进到我的心中 除去我的罪 又赐给我永生 我愿意依靠你 过真正自由的生活 谢谢主耶稣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用掌声 恭喜 谢谢 最报告 如果大家差一点就叫 太阳 谢谢 谢谢